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 查到無雙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這麼困惑呢? 為什麼說動漫無雙呢?有馬會說查到無雙 究竟所謂何事呢? 今天就是講一套非常特別的作品 這套是一套三季回來 比較奇怪的集數 全39話差不多前一陣子結束 對,一月結束 這套究竟是什麼呢? 這套就是有別於劇集的大學劇 但也是類似的 這些日本方面才會有NHK類的教育動畫 簡單來說就是戰國鬼才傳 原作漫畫就是沙田荒芽 現在應該寄看十四卷未完 動畫就拍到第39集 暫時到一個段落 為什麼我們今天會叫查到無雙呢? 最主要原因就不是因為 以這個戰國鬼才主義來講起 最主要原因是我們講一下 背景這套東西 當時的文化 或是歷史成分 或者你這麼說 這套東西它切入如何和作品不同 其他作品 戰國呢 可能是武將 講戰爭 這套不同 它講茶道 講文化 講藝術 所以補完一些背景的資料 大家可以看得簡單一點 好了 我們是時候補回另一件事 就是大家叫什麼名字 I am 又懷疑了 高中山 這次有嘉賓 好了 但問題就來了 這套東西既然講茶 當然先講茶的東西 但基本上大家 就算是否中國人也好 或是日本人也好 都應該會知道 茶最早一定不是日本來的 茶最早一定是中國來的 在中國喝茶日本也不知道有沒有人 有人有人在 有 最早應該是傳說時代 經常都說的 神龍是常伯草 但是神龍是常伯草 常伯草就是經常會糟糕的 吃了不知道什麼東西 那時候沒有藥 那怎麼辦呢 當時相傳是說喝茶 茶就有一個可以說是解毒的作用 另外一件事 你說比較卡式一點的東西 是說茶聖 唐朝茶聖 六語茶室 就是有場經案那裏 六語茶室 那裏是一樣的 我知道 就是用名字 他也曾經提出過 茶之為飲 發於神龍事 民於老周公 可以說茶葉的文化 就是在傳說時代開始 但是在春秋開始就成行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去到春秋那時期 或者是去到之後可以說漢代 那其實茶氣 或者是飲茶的文化 開始會在一些州裔 或者是州裏面 會開始記載 即是孫侯和之後 之間他們的論戰 或者是平下開會的時候 會有茶、有詩、有歌、有舞的 對呀 亦都有這些漢代相關的文件 你有說過 一間屋那邊的客人 是會準備茶氣的 但是當然沒有太詳細去深著 或者是太形式化 怎樣可以具體地說出來 但是大家會看到就是 有一個問題 就是當時喝的茶 和現在大家去酒樓喝的茶 或者在戰惑鬼祥傳 裡面看的茶 好像多多少少應該有些不同 是完全不同的 對呀 即是大家去喝茶 可能叫位小姐她是渣水 即是加水 那你見到裡面那些 可能是茶葉 或者是茶粉 即是什麼都沒有 茶包都可以 茶包 簡單來說 都會看到一塊按乾的葉 但有別於現在 你戰惑鬼祥主見到的 就是茶末 即是茶粉 另外的茶粉 跟現在的茶粉是不同的 可以叫茶末 那究竟 中國古代有什麼的呢 中國古代呢 就跟現在有一個不同的 因為現在大家喝茶葉 最主要的三種分化 就是所謂的 全發酵 半發酵 和無發酵 全發酵 大家很容易認 總之沖出來的那些 越深色那些 就發酵得越厲害 普利那類 那無發酵那些 就是無發酵 香片 不是香片 應該是半發酵 沒有發酵 沒有發酵的那些 應該是清茶 那樣子 就是碧羅春那些 哦 那 去到最早 或者可以說 日本和中國交流 最開始的始末地步 當然是唐朝 那唐朝喝的茶 也是沒有發酵的 然後大家可能會想 咦? 那日本的茶 是不是由唐朝那裡來呢? 正式了 那其實當時唐朝飲茶的文化 因為剛才也說到 茶姓陸諭是唐朝時代人來的 當然他的主作茶經 也是記住當時的年代 所以其實都有關相關於唐代 飲茶的一個炮製方法 而唐朝的主茶方法 記住是主茶 要留意這些字 他就是說 將一些沒有發酵的茶葉 蒸乾 然後中碎 然後放進鍋裡煮 煮 煮完之後就拿來喝了 簡單來說 大家有發現 剛才我用煮茶這個字 因為他是放些茶進去煮的 即是滾過 即是滾過 好像煮麵一樣煮的 但是 大家在戰國鬼才主 看到 他是在茶葉 即是瓶子裡 塗些茶粉 然後用水淋下去 這種叫做點茶 點茶 主要是在宋朝左右開始 才是成行的 當然唐朝 或者最早的 應該是南北朝已經有 但是不算大行 那時候主流的大部分都是煮茶 所以大家會看到 方法方面 日本那邊 大家在動畫裡面看到 那邊可能說是宋代的東西 但是 反過來說 他用的一些形式 都是偏重 是唐朝那種茶葉的形態 但是 講完茶葉的形態 但是茶葉的本來 究竟是怎樣 因為 日本 大家都好知道 這個 沒有茶樹 對 沒有茶樹 那怎麼辦呢 等於英國 去到亞洲殖民 為什麼要佔了印度 因為是大吉利洪茶 所以大家喝一下 雲絲和花仔去 雲絲和花仔去 雲絲和雲絲 雲絲和雲絲 在唐朝那邊 由佛法帶進來 所以 大家會看到 為什麼說 作品裡面 或者是 茶本茶道 最初 都會有一些所謂的 寺院茶 就是因為 他主要是曾人 開始喝起 那個曾人 就是因為 見過茶葉 可以融入這個 佛法裡面 所以他又特地帶回來 我記得 其實六月本來 都是佛家出身的 不過他還沒出家 所以六月的茶經 都跟佛路有點淵淵 那麼 繼續說回茶的原來 但是 當時最早 你說唐朝 從茶道的文化開始 從日本到萌芽 但是 當時的茶葉 主要都是從中國來的 所以當然 就限制於 一個比較上流社會的地方 直到他比較後期 就應該是 醉情和尚 他就是 醉情和尚是帶過來的 然後那個 明慰上人 是帶種子來的 是 在宋朝 他應該回到北 這個地方 很重的 然後他分了一些種子 給他一個朋友 在近基那邊 即京城那邊 於是 就開始就產生另外兩個字 就是這個 大概是 塞丁時代 簡單點說 廉昌幕府後期 之後的時代 就是所謂的本茶和非茶 即是 本茶 為什麼是 本茶 就是 它是源自中國種子種出來的 那些地方的茶 非茶 就是 可能是其他 日本自己胡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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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 就可能說不同的一些器物 茶具 但是 說到日本茶道 你說正式 開始說 格式化 或者是 規矩化 有門有派 不是 未到有門有派 可以說 有規矩 確立了制度 應該是珠光的 然後 他曾經出了一件事 就是 如果一間 馬房 草房 最好 外面就綁著美馬 綁著名區 那如果 你是一個 茶室 最好就是 放一個名氣 那就 這枝斑了 當然 這個是比較 脆怪的譯法 但是 意譯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當中裡面 好像說 很著重名氣 或者所謂 著重唐蜜 那 就會多多少少 這些原因 就是茶器 但是問題又來了 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好像很多花生的東西 很多茶器 那 究竟日本茶器有多少呢 其實 沒有一個很固定的數字 但是如果你說 回到唐代的 取答 六月定了 茶具 應該是 24種 28件 但是如果宮廷用的話 就應該無一不可 但是因應你的地方場合 就可以有 多少的增減 那 大家都會看到 其實在作品裡面 就是《鬼祥主》裡面 這個 我們後來會再探討 千里幼 這條 他用了一些很簡博的方法 所以大家會看到 他用的茶具方面 多多少少 應該就不會有到28件 其見 不同人有不同的方法 那你休啊 師兄那麼厲害 一個草籽加一個碗 就搞定了 那當然 講完一堆 關於茶的東西 其實都是繼續講茶的 剛才講到他煮茶的方法 但是問題又來了 大家去喝茶 那些茶杯 可能會看到 大家拿著茶杯 很適色的 很過癮的 就是大概 怎麼說好呢 就是小BB仔拳頭 小學生拳頭 但是你說去一些 飲茶的店 或者你家裡自己沖茶 可能有些再小的茶杯 或者拜山那些 一口仔 拜山那些茶杯 那些 又很小的 半口而已 但是你看 如果你喝功夫茶 那些茶杯 嘩 不是 我家裡人中 那些 因為功夫茶籠 他方便你 一圈倒茶廚 一聲倒一倒 功夫茶籠 但是 在作品裡面 看到裡面的茶碗 就整個好像你吃麵 那樣的盤 看上去大家覺得好像很奇怪 就算你說去一些 現在 大家去一些日本百貨公司 例如 什麼純光那類 去它 不知道八樓還是七樓 它有些日本的茶具買 但是 看到大部分的茶杯 都是跟 大家可能去一些 港式日本餐廳 或者其他茶碗 茶杯 它是一個茶杯 不是茶碗 就是一個大盤 作品裡面的 那 究竟這個大盤 是怎麼來的呢 還是這個瀑仔焗魚腸 究竟是 其實主要來說 在唐朝 又是回到唐朝 唐朝 有一件事 就是所謂行茶 就是 一行行 就是 酒方面 中國大概應該是 三國時代 有所謂行酒令 就是簡單來說 就是猜妹 令類的猜妹 文學的猜妹 但是 唐朝 的行茶 就不是行酒令 它是怎麼樣呢 就是 大家會看到作品裡面 可能說 李佑在那裡煮茶 但是座上是有幾位的 那問題又來了 但是茶碗是只有一個 對了 那行茶究竟是為什麼呢 就是 一個人煮完兜茶之後 然後 給A喝 A喝完 給B喝 B喝完 然後給C喝 好像大家的考試收到短傳 後面 喝喝不如中酒喝 又抹了 幸好都抹了 又抹了 那些武士那麼容易死 又不知道是不是這些原因 那 但是 我們又說到另一個問題 好了 說完一些 你會看到他們交茶的時候 會煮一煮的 是不是 煮一煮 你會煮三次的 你考咬這個位置 我可能會煮一煮 那個會先抹 他會用一塊布抹 之後再煮 那可能就沒那麼容易 傳染了 沒那麼容易 傳染 沒那麼容易 不是不會的 那 好了 我們說了 日本茶葉 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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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室的規範究竟是怎樣的 因為剛才也說過一位人物 就是珠光 在日本茶道界裡面 其實他有不同類型的記載 例如劇中有一位人物 山上中耳 當然他的著作裡面 其中一本被燒了 但實際上是有遺留後勢的 在山上中耳記裡面 曾經記載過 當時的茶室大小 四碟半 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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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定 最初定 就是四張半 茶室 四碟半 或者叫做 大茶室 大小小茶室 但是 因為最初期 可能說 去某 年瘡時代 茶室 可能有很多人 還可能 半打 八個 九個 所以 導致起來 就會出現到 六碟的茶室 但是 去到 利休的師傅 去到 祝利莫苦 應人之戀之後 已經會出現到 三張半 甚至是三張 然後去到 這橋師傅 兆歐 應該是兩張半 未去到兩張 然後去到 利休最終極的 代表作 代音 就是 一張半 極窄 極窄 看見畫面 膝頭壯膝頭 其實大家在作品 頭幾集 那時候 其實可以說 多大 寬90米 長 180米 厚 50米 面積1.62平方米 簡單說 一道門 所以他說 一道門 大小 入面 如果坐到三角 其實都幾高難度 坐到 但是你要計算那些 工具 擺設 那些 中間還要放個爐 對 所以就會有一定的限制 既然說到大小 補充一點 裏面 大家會看到 瘦吉有一個黃金茶室 嘩 黃金茶室 流動可拆型 可不可拆 這個 但黃金茶室的大小 是三張 三疊的 但是 如果你說 茶室這件事 當然要說 它的入口 是極小的 去到大家是要捐進去的 至少彎身 那個 寄載大概應該是一尺多一點 那個闊度 所以其實是很窄的 好像現在一個窗 就是抽氣線的窗 你當狗門就可以了 對啦 指狗洞 就是硬指示坐 要不從狗門進去 但如果說到 反過來 剛才我們說到 嘩 那個洞很小 但是為什麼覺得很小 因為大家如果知道 唐朝所說的 那些大茶碗 就是行茶的茶碗 大概可以去到幾大呢 是二十幾到三十幾cm 直徑 所以 如果 即是頭盔那麼大的 不是啊 剛剛已經整個步驟 拿人頭去到喝酒 剛剛那麼大 如果你踢球 是比一個六號球 再大一點 那就是 一個六號球 這麼大的茶碗 然後那個茶室的入口 也都是同一個六號球 剛剛好放進去的 只是這樣 可以想到那個對比一下 效果是怎樣 可能說 在這節的最後部分 再說到另一件事 就是 茶室裡面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擺設 就是 花 花和花瓶 其實可以說 都是跟佛教關的 其實就是花瓶這類型的概念 主要是在印度佛法傳入去中國 那時候 帶進來的 但是 在中國方面的茶道 他不會把花瓶列入為茶器其中的部分 也不是必要擺的部分 但是 他會著重 天人合一 那些東西 四時的花嘟 會著重 但是日本茶道 就會將這東西 就開始說 變成了 花瓶 花瓶 對 花瓶是一個絕對需要的一個部件 所以大家也可以從這個簡單的對比下去 會看到 兩種不同茶的文化 雖然起源大家一樣 但是 在一個演進上 和朝代上 開始有各自系統出現的發展 好 我們下一節繼續說茶港的歷史 下一節繼續說茶港的歷史 下一節繼續說茶港的歷史 下一節繼續說茶港的歷史